觀眾阿森繼續問汽車相關 他問2845 就是一隻汽車相關整個產業點的ATF 他說升破高位 可不可以再追呢 如果破位追沒問題 訂一些止蝕位給自己 我覺得這一刻我會以3月的高位 來做一個止蝕位 不穿168元這些位置來追 就看180元 你看零得士都能否爆到一陣 所以你說破位追 OK的就是策略 但問題是你要輸得起 如果純粹說市破位追 這168元就是過多元左右 1-2%左右就值得 但問題是一穿就要離開 因為如果那些位置不離開 又試分10天20天線的水平 那就很難搞 電動車的道理也是一樣的